佛茂先生 廖宗 坊杰先生 一宦有聽到人唱歌 唱出跟孤男的孤疼 這是人 願之時人 只創作努力 大家好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這個扶茂協議的問題 福貿協議是說台灣跟中國有一個服務貿易協議 這是因為2010年台灣跟中國簽這個ECPA 當時只是一個架構協議 那一本書的章節還有一個早收清單 早收清單是很少的一部分 過程中就是要簽這個服務貿易協議跟貨品貿易協議 服務貿易協議已經簽了6月21日 今年6月21日已經簽了 這個貨品貿易協議 叫麻建府本來的時間的安排 它會在年底進展要簽 但是這個服務貿易協議簽下去 大家發現說這件事很多事情很嚴重 我先來跟大家報告 他簽之後 我們很多人都在給他批評 在給他批評 不好意思我可以站起來 在給他批評 他就說 我們這種批評是在做災難片 把服務貿易協議工作跟災難片一樣 但是在這裡要跟大家說 跟大家說 民間這些憂慮都不是憑空想像 都是有根據的 基本上有兩個憂慮 第一個憂慮是 但是怕說中國大主運 中國官僚資本來台大思想 會傷害到台灣基層的服務業 會影響到勞工自營作者小店家的生存權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談很多 像美容美髮業 汽車修護 洗衣店 這些都是小店家 其實這些小店家 對台灣的就業跟物價的穩定 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他創造的經濟產值未必很高 但是他可以透過自己的一己之力 讓自己可以這樣生存下去 那對我們整個就業跟物價的穩定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中國的大資本來台灣經營的話 這些用連鎖店經營 這些小店家可能會被消滅 這個其實不是憑空想像 過去就發生過 以前我們大街小巷有很多雜貨店 很多雜貨店 過了便利商店 五大超商 在市場之後 雜貨店全部退出市場 這些人都跑去 很難轉業 基本上都是失業 我們就是擔心說這種事情重演 牽涉到的是基層的服務業 這之前大家說這麼多 更是怕你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要跟大家說第二項 就是我們怕這個中國 北京政權 經由兩岸政商集團介入台灣的敏感產業 什麼敏感產業 我等一下列出十項 會跟大家報告 進而介入台灣的民主 因為我們知道在現代社會 一些大企業其實對政治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這些大企業如果讓北京政府的 政府資本來經營 中國很少有什麼民營企業 中國到現在可以出來投資的 全都是官方的企業 真正的民營企業非常少 他們說的民營企業其實還是官方企業 過年就是怕你重點要跟大家介紹 一個十項敏感產業 下一項 這就是我們七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一些社團簽了一個 反黑箱服貌民主陣線 我們的主張就是說 反對黑箱服貌協議 要捍衛民主人權 反對自由化民信 要保障基層生存權 要求民營企業 中國資本不能夠經營 中國因素止步 反媒體農斷要立法 要求經貿自由化的衝擊評估 與因應措施要法治化 下一項 這個可能 第一類民營產業 可能一些年輕人 比較有在上網 大家網記網路普及之後 現在中國可以來經營的 第一項重要的民營產業就是 這個入口網站 像這個雅富奇摩 那個入口網站 那是以前的番薯坑 這個入口網站 將來的中國 可以來台灣做這個入口網站 資料處理網站代管 第二類電信事業 數據交換通信 電子購物跟郵購業 下一項 我先顧一下 下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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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能我們這裡的一些中部 你可能比較沒有在上網 你可以叫你的驚孫 去看他的電腦 你如果去那個雅富奇摩 他會發現說 這間公司做的事情 很多 這些事情 很多人就是中國來做 像裡面你可以看電影 電影 音樂 星座算命 名人娛樂 遊戲 旅遊 拍賣 很多人 做小生意 現在已經不是實體商店 不是開一個點名 它的點名是開在電腦裡面 就是電腦上面就有個拍賣網站 電子支付 網路行銷超級商城 團購 關鍵字廣告 在這個服務裡面 如果有 你個人的行事利通訊錄 都會放在裡面 你的一些會員資料 帳戶資料 來 大家看到這裡 無名相簿 我跟NCC抗議 說你這樣開 你這個 局勢部 政府這樣做下去 人民的隱私 各資 會讓中國 拿去 政府怎麼跟你說 政府說 第一 電話公司沒有開放 像我們這個 大哥大 中華電信 沒有開放給中國 但是 這是我們隱私的一部分 我們隱私 更重要的部分 像這個 你說這個 無名相簿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自己和他的朋友 貼上 有一個密碼 他放在相簿裡面 這個相簿 會把他的朋友 就是 他自己看得到 但是 將來 這幾個 網站 都是中國 每一個人都叫 我陪一個保管箱 我的相簿 放在我的保管箱裡面 只有我有鑰匙可以開 但是 中國政府 有所有的保管箱的鑰匙 因為這幾個都是一貫 將來他就是做這個 信箱 雅夫人有信箱 將來中國做這個 入口網站 他人有電子郵件信箱 不一定 你有電子郵件信箱 你現在不會讓你的朋友 任何中國政府 說 你不能跟別人說 中國政府就在看 這個信箱 MHN 即時通訊 部落格 很多人的部落格 文中 在上面 新聞 股市 理財 氣象 等等 現代人的生活 幾乎 很多都放在網路 將來中國就是在做這個 抱歉回到上一頁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次的 第一個敏感產業 就是這些入口網站 第二類電信 電子購物 如果中國來台灣 經營了以後 會掌握大量的 國人個資及消費習慣 可以進行網路監控 侵害通信自由 再來一個重要問題是說 入口網站是 立於上游的關鍵會議制 會有的問題是說 將來很多人 入口網站就好像一個 集中市場 一個大市場 現在你的小生意人 要在網路上面做生意 你要到這個入口網站 租一個店面 要租一個店面 將來 中國政府可以決定說 我要租或不租 那它就取得一個很關鍵性的影響力 可以決定你可不可以來開店 也可以影響網路媒體的內容 因為上面有新聞 可以進行關鍵字封鎖 將來 將來這麼嚴重的事情 現在在中國的網路 你絕對看不到法輪功 看不到六四 看不到天安門 這些字都不可以出現 將來 中國來台灣 它做一個入口網站 變成一樣 變成不只在關中國大陸的人 來關台灣人 你網站電腦的你的部落格 上面就不可以有天安門 不可以有民主 不可以有228 不可以有台東 這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的敏感產業 第二個 廣告 這次的福茂協議 政府沒有開放中國來台灣經營媒體 但是開放廣告 抱歉 第二個 開放廣告跟開放媒體 是同樣的意思 因為廣告是媒體的主要財源 誰控制了廣告的收入 誰就對媒體的內容有影響力 對新聞自由構成威脅 那這次呢 就是開放說 中資可以來經營廣告 報紙雜誌的廣告 廣播電視還沒有開放 但是光是報紙雜誌 那就很嚴重了 但當日後 因為中國的經濟力量比較大 它可以做廣告代理 變成是說客戶要買廣告 是透過這個中資的廣告商 去跟自由時報 去跟蘋果日報 去跟中國時報 去跟聯合報 下訂單買廣告 那變成要買哪個報紙 是這些廣告商決定 那廣告商是中資 那就會可以用這個來影響 那個媒體的方向 這是第二個敏感產業 第三個敏感產業市場研究 大家最近應該有聽到一個消息 說這個世界透明組織 委託北京的一個企業 去做台灣的官員貪污的調查 那調查的比例很高 那馬零九覺得馬政府覺得很委屈 跑去抗議 就是說為什麼在台灣要做民意調查 是中國在做 這將來就是這樣 正式開放 我們有一個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 民意調查的部分暫時不開放 但是市場研究就是你喜歡哪一家 哪一個廠牌的牛奶 你為什麼喜歡這個牛奶 你喜歡哪一家廠牌的泡麵 為什麼喜歡 那這個市場調查呢 將來中國政府可以做 雖然不可以做民意調查 但是民意調查跟市場研究的 基礎資料系統工具人員訓練 是完全相同 那將來中資就可以掌握 大量的國人的個資消費習慣 以及政治社會意向 下一頁 印刷及相關產業 這次政府說出版業不開放 那個馬英雄在說股東沒有 他說你們都不害怕 都誤賴我 我沒有開放出版業 沒有錯他沒有開放出版業 但是書籍文具的批發零售 印刷排版裝頂全部都開放 所以將來你寫一本書 這個張教授寫一本書 賣得出去賣得出去 如果說這個印刷排版裝頂 是中國人控制的 書籍是中國人控制的 大地點是中國人控制的 你說出版業沒有開放 說這有什麼意義 你的書賣不到通路上面去 將來他的控制我們的通路 對 下一頁 郵寄名單編輯服務業 這聽到很奇怪 什麼叫郵寄名單編輯服務業 還有這個行業 那是怎麼中國跟我們說 這個福茂協議要檢出這個 這大有學問 所以就是說很多公司行號 他要寄資料給會員 自己處理太麻煩 你就交一個電子檔案 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就叫做郵寄名單編輯服務業 你就讓你印刷印出來 跟地址印出來 這個 透過這個公司 他寄去做大眾郵件的交付 等於說你省時間 你只要把電子檔案交給公司 他就可以替你把所有的 會員的地址 優候 什麼都處理得好 為優候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會員名單 就交在公司裡 這叫郵寄名單編輯服務業 大家想看很奇怪 中國為什麼要特別想做這個行業 他要什麼 就是台灣社會員服務業 民進黨的董館有誰 這個 某某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要嫁賀賀年卡 他的裝甲 如果經過這個公司 這就差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上市上會公司的股東名策 因為要嫁開會通知 這個行業都很麻煩 公司不一定要自己去 就交給這間公司去營 但是你交給這間公司去營 之後你的資料 就在那裡 這將來有什麼好處 公司的這個 這個經營權的爭議的時候 誰有拿到這個名單 誰就可以拿到這個公司的經營權 就站在比較優勢的地方 所以這是重要的事情 下一下 醫院 大家想說 奇怪 白衣 如果變成中國人可以開白衣 真的 中國人可以開白衣 現在政府的規定 是中國可以來投資白衣 做這個財團法的意願 他要求說 第一點 中國的董事不可以超過三分之一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有說到不說是一樣的 你中國董事三分之一 你要去找什麼三分之一的台灣人 可以讓你控制 做當事 要找 這太簡單了 這 謝謝 這邊的問題是說 鄉蘭我們知道我們的醫師 本來是反對運動 反土運動這麼重要的力量 但是鄉蘭這些醫師 就在中南部的一些小醫院 小診所 如果經營不下去 就變成財團醫院來收購 變成這些醫生的老闆換到中國人 有可能變成影響這些醫生 還有到北人 這個政治上的影響力 叫的中文是說 醫院可以經由電腦連線 取得健保資料 顧及其他醫院的資料 這也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再來他可以教你台灣的健康 下一頁 劇場音樂廳 所以將來你要一人演藝人員 演藝人員像說 比較有一種反抗意識 例如陳森 伍佩 張璇 蘇打綠這些人 隨便舉例 演藝人員如果要有表演的機會 要有劇場音樂廳 但是劇場音樂廳 中國人可以來進營 他可能利用這個劇場 更多的中國藝人來台灣表演 下一頁 商品通路 這一個重要就是說 這次我們所有的批發業 零售業 全部開放經營 批發零售就是所有的這些大宗買賣 或者是對消費者的零售 全部都開放經營 馬政府一直在講說 中藥零售沒有開放 你說沒有錯 但是那是唯一沒有開放的零售業 唯一沒有開放的零售業就叫做藥群 其他所有的零售業都開放 唯一沒有開放的批發業 就是農會經營的果菜批發市場 農會經營的果菜批發市場 每個地方每個縣市最大的批發市場 沒有開放 其他所有的批發業全部開放 快遞 運輸 倉服 港部 馬頭 貨櫃 所有的批發零售業全部開放 那這將來很嚴重就是說 他掌握通路了以後 就可以掌握哪些貨物可以賣 像現在那個統一超商 你一個東西要賣到統一超商 還不簡單 你要給它上價費 還要給它上價費 將來中國掌握通路可以決定說 你生產的東西 我願意讓你上來賣 或我不願意下一頁 花點時間解釋這個問題 中資銀行來台灣 中國的銀行來台灣 跟這個聯政中心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聯政中心 聯政中心就拿這個 戶政事務所一樣 戶政事務所 那不一樣的招待是什麼 戶政事務所是我們每一個人 會出生 結婚 搬家 生小孩 一直到百年以後 就是有一個完整的紀錄 這個紀錄都在 你所有的個人的戶籍資料 當兵啊 所有的資料都在 這個是戶政事務所 聯政中心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 跟銀行往來 我們的信用資料簿 你哪一天跟銀行 購買多多 欠多多 這個資料都在聯政中心裡面 將來這個中資銀行來台灣之後 它就可以加入這個聯政中心 它就可以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資料 大家會說 奇怪 我沒有跟銀行做生意 這樣才不會 你就算說沒有跟銀行做生意 銀行裡面拿到你聯政中心的資料 這就是嚴重的地方 這就是嚴重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銀行的銀行 這個聯政中心的一個會員制 全台灣所有的銀行 跟這個外國銀行 在台灣的外國銀行 都會加入聯政中心 他們去把聯政中心偷資料 聯政中心都會把資料給他 所以這個中資銀行 加入聯政中心以後 就算你沒有跟銀行做生意 他可以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資料 個人以及企業 這就大條了 大條最麻煩的是 在中國有造成你的台商 因為很快就會 對比之下 有一些在中國討漏稅的資料就會出來 一些台商可能就拿了 他就可以去拿 三個缺口 中口的銀行卡在台灣 可以加入聯政中心 三個中資銀行 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台北分行 可以加入聯政中心 第一個到第二個 之前我們去訪金管會的官員 他們說 你要煩惱 我們現在將錢賣給他進來 將錢賣給他進來 就算給他進來 將來他要查詢資料 我們很嚴格 但是 好 就算你說將錢賣給他 現在第三個問題來了 中資銀行、參股本國銀行 這是說什麼 就是說 中國銀行來台灣 他可能會說 我要買漲化銀行的股票 買5%、買10%、買15% 我要買中華開發的股票 這個問題來了 你說 我投降中國 我不會去中國 我也會跟中國銀行做成立 但是你跟你的虎頭 你之前做一個資料 你在彰化銀行 你說彰化銀行 是台灣的銀行 但是將來 這個 中國銀行 它可以買彰化銀行的股票 可以做彰化銀行的董建事 這樣你的資料 你放在彰化銀行的資料 變成中國 就可以提供 這就是 很感謝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說 這三個缺口 再往下 再來就是 跟金融機構有關係的 就是政治影響力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金融業有儲金 金融業對各行各業的影響力 其實是很大的 我們應該都有聽過 就說 以前那個神屬三桑儀的時代 很多審議員 你就像說 要把銀行購錢 購不到錢 就透過審議員去質詢 像這個 一些比較嚴重的 他欠銀行的錢 銀行在偷銷的時候 就叫審議員去質詢 說 這條銷 你好 你好 當然這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 這種政權 將來在中資銀行 發言 因為 這個 誰的 我說紓困和抽銀根 將來 這個 中國銀行 可能跟企業家可以談判 說 這個 你欠錢 我償錢給你 例如你公司財務狀況不好 我繼續償錢給你 你償錢 我可以讓你說 比較賣錢 時間 時間夠 還在一年 一年 兩年 但是 條件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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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 中國 修理 奇美 許文龍 說 你不聽話 你在這裡 欠銷 這個 周轉金的貸款 你不聽話 時間夠 我就 抽銀行 我沒救你 這些 中國資本 金融 對台灣企業界的影響力很大 這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所有的金融機構 他們都是黨組織 黨組織 就是像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行長 其實在中國銀行 他們叫做二把手 這個銀行行長是老二 不是老大 老大是什麼 老大是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銀行的書記 這是老大 這個黨組織在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台北分行有沒有黨組織 一定有 絕對有黨組織 絕對不會沒有 一定有 好 我的結論 是說 台灣應該建立經濟體制的民主人權防衛機制 像剛才說的 利用抽銀跟貨紓困交換企業的政治支持 這種行為應該立法禁止 這個不是我們現在政治獻金法有辦法規範的 我們對聯偵中心的個人資料 信用資料的保護也不足 這樣經濟體制的民主人權防衛機制應該要建立 在防衛機制完善以前應該禁止中資 以及有中國影響力的外資經營這些民間產業 想問我說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台灣社會有很多在政治上蠻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台灣社會很容易有種誤會 說我們不歡迎中資 所以對中資的管理的門檻要定的比較遠 但是我們要歡迎外資 我們對於外資的管理門檻要放得比較鬆 很多一些本土派 包括民進黨的朋友有一些想法 但是這個想法也不能說錯 但是沒有用 沒有用就是說 你認為你聰明 中國比你更聰明 因為資本無國籍 一個中國的中國資本 他要進來他不會說我是中國資本 他就去海外 去什麼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什麼維京群島 開曼群島 廢人說我是外資 所以我們將來這個華僑回國投資投利 外國人投資條例 還有這個中資的管理 現在是一個行政命令 將來會變成一個法律 所有的這些要通談考慮 不可以用說對中國要比較嚴格 對外資要比較開放 用這種很想當然的想法來處理問題 應該是說所有的資本 做國家的民意 民意 向大家報告獎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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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律師 提出 十方 的敏感產業 可以危害到台灣的醫療 發展 不管我們人民的生活 不然我們的產業 都會來通知 我想 這補充兩點 第一點 我想 馬英Q也好 馬政府的官員 都說自由市場 自由經濟 要是在國際化 不然是台灣的生存困難 台灣經濟發展困難 但是 自由經濟和國際化 沒有在國家安全的時候 因為自由經濟和國際化是不行的 全世代 就是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歐洲也好 他們對自己的經濟的保護 站在國家立場保護 都做得很多 所以馬英Q做法 的公法 我們那顆打破 也迷失了 很多人都 好像迷信 這方面 這方面 剛才賴律師說很多 第二方面 是很害 台灣中國 講話會通 文章下來才會通 但是 中國在台灣有 第一 是併討台灣 所以併討 台灣如何中國做會是 覺得很好做生理 但是 中國在看台灣 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 所以 從F-R到福毛 很重要的 這點是說 在台灣 中國應該拆出什麼 的決定 看完 不然 覺得很簡單 其實台灣 就不會變成它了 中國就利用這個 來滲透出台灣 借助台灣的民間 的生活 跟民間的參與 以及 我們的民主 的自由 的國家 所以 我們看這個問題 我們不會覺得 好 方便 就可以了 其實 這是台灣中國 處理問題 最困難的地方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不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錢 都說 我們稍等 我們稍等 都可以 到最後 我們會變出去 所以我覺得 這兩點 可能是我們應該 面對 含中的黨派 含中的處理 是很重要的 但是 馬營就不會受 我們的官僚系統 也不會受 官僚系統 可能都發財團 這些土財團 不然還在金融企業 像在中國 所以都聽那個話 結果 不聽到台灣 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邊 福茂市 以後有陰險的人 反對 行街頭 空間 那就表現 我們的官僚 官僚有問題 我們的馬政府 有問題 所以官僚 配合他 有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 好好來動 福茂市 不能反對 我想我們應該 但是我們應該要 相當休閒 利潤人阿伯 利潤人 利潤人 這利潤人阿伯 接受婚姻 疫情 我們應該到地方 起來 台灣 都買成 産兵党 對福茂市 對台灣 應用什麼 馬營救的信頼 什麼 好,謝謝 我們現在來邀請 各位議長 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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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